《你爱我们》 《我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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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会有个讨告 我们一起将这个时间交道给神 此必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懷受了一个很兴奋的心情 因为祢爱我们 你慈祥自己的话语 我们今天研读约伯记一些信息 我们有松木支在我们当中 我们献上感谢 求圣灵帮助我们 每一位安静我们的心 谦卑的态度 一同领受你自己话语的信息 又求你去高抹松木支的口 愿意他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 去将他在你里面的领受 和我们一起去分享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到帮助 得到鼓励我们的生命得以壮健成长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苏牧师就是窝窟堂的创堂的牧者 亦都是很多年在劳苦 然后跟着是荣休 然后回到三文士博道会 亦都是三文士博道会 是他创立的牧师 现在是两间的堂会 他已经退休了 就是顾问的牧师 所以宋牧师是退而不休的 还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我是宋牧师的徒弟 很多时候他跟我们全道人勉勉我们多读多看 多一点的看书 多一点的去丰富自己的生命 神的话语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生活是满穿 所以我只能够形容一句话 宋牧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 是一个非常丰富有牧者心上的牧者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传道人 将神的华语在今代的社会 是可以将神的华语很有类色的 很有一个深度的 是全港神的华语 以至于很多特兴师妹都得了帮助 在这个时候我们好不好 好 以你的掌声欢迎宋牧师 多谢朱牧师 也多谢明导社和摩福堂 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我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广东才子 叫论文罪 有没有听过论文罪的名字 论文罪是一个诗文学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 家里很穷 靠卖菜为生 我不知道他在旺角市场 我想他一定不是在香港 家里很穷 靠卖菜 他的村子有一个很有钱的沿岸 听到论文罪有些天才的意义 非常丰富的人 他买了一幅八両图 一幅图画 很漂亮的图画 有一百只小鸟 他看看这幅图 漂亮就漂亮 不过有些缺陷 如果有首诗在配襯 那就真是一流 那怎样写诗呢 听到论文罪这么烈的写诗 不如就找他写一首诗 于是就找个 不是签名大会 就找个写诗大会 就请了论文罪 就请了所有的受彩 有学问的人 走来看他的淫诗 论文罪就答应了 赚了一些外快 他就写着 第一句 天生一只有一只 那些人看到 这是不是诗来的 天生一只有一只 是小鸟 有没有搞错 他就说 个个愚哀想 哇 整到我的图画 都整到 整到 这样的诗去 去穿这么漂亮的图 我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 三四五六七八只 天生一只有一只 三四五六七八只 这些是什么诗来的 这都写得出 还有什么天才 正是想大发雷霆之際 所以 论文罪就在徽笔 写第三 第三句就是 啊 凤凰何小鸟何多 夺盡人间千万石 第三句 第四句 好语 好语 那个白手掌好语 愚哀想不出 为什么你头的两句 写这些东西 后面的两句这么精彩 应该头的两句都要精彩 这些东西 论文罪就说 天生一只有一只 加上多少只 两只 三四五六七八只 三乘四是多少 十二 五乘六呢 三十 七乘八呢 五十六 加上多少 九十八 九十八再加上 首的两只 多少 一百只 八了图 原来 《伦文罪》 连数学都很精彩 真是厉害 我想想 读语一百多就是这样 看上去 天生一只 又一只 都不像是什么 再看上去 三四五六七八只 所以大多数人 看《伦文罪》 就是看第一章 第二章 就算了 我做了基督徒 那么久 没有人听过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他不说 有很多人 也说最后 一头一尾 今天我也跟着这个做法 我只说第一章 第二章 和最后一章 就算了 因为我看小树 也是这样的 看小树 看一开始 然后看结尾 中间自己做梦 做下去 就算了 但不是 我发觉 《伦文罪》 真是很精彩 最初以为 不知所为 但其实 原来是这么精彩 真是天生一只 又一只 三四五六七八只 原来 偏偏都这么精彩 所以今天 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之前 早上起床 大概十日前 早上起床 当然去疏离 然后 突然间 哇 腰骨 握住 坐骨神经 起床 也起床 几乎要靠什么 哇 我怎么搭飞机 十几个小时 所以立刻叫人祈祷 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祈祷 非常感谢 我也很奇怪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都可以捱得到 而且 我告诉他 在飞机场上 我告诉他 航空公司 就是说 我弄出了腰骨 我什么都不可以 丁得行李 不要紧 不要紧 就当我伤残人士 什么都服侍了 不单是什么 什么都服侍了 真是 过关又快些 什么都有人帮我 真是挺好的 不过我觉得 今天我能够可以 仍然是 来到和大家 是 这个是神的恩典 或者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次重心 或者同祈祷 天父 我们做一次 多谢你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思想你的话语 虽然我们是 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但我们相信 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 求你 圣灵向我们说 向我们每个人说 你的所说的话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明求 阿们 我还想说一件事 就是 我写完这本书之后 就有机会听 杨石昌医生说 《约伯记》和《传途书》 他来我们教会 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啟發 就是让我重新去看一看这本书 我觉得很多令我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如果有机会去上YouTube 或者其他 或者去听一听杨姨 讲物质次序 道德次序 或者功能次序 可以解通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 都给我有很多的啟發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很推介大家有机会 听一听杨姨所说的 《传途书》和《约伯记》 《约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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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